心动的信号4这档综艺 已经收官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节目在网络上的热度却一直维持得很好 倒不是节目组做了多少宣传 而是这档综艺太狗血了 恋爱综艺很少有狗血剧情 因为大家都要回归正常生活 总要注意一下形象 否则亲朋好友看完 自己还能在圈子里混吗 心动4给了观众完全不同的感觉 节目将粉丝分为两个小团体 一方支持马自家和小孔 另一方则支持马自家和红橙橙 有成功就有失败得知红橙落选的时候 确实有点失望 但也不像粉丝那么愤怒 毕竟现实中的恋爱不是玛丽苏故事 残忍才是最真实的 节目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在继续观望中 红橙橙的粉丝期盼他们早点分手 孔乳醇的粉丝 则到处发红橙橙的黑料 期待他人设翻车的那一天 没想到这一天 居然真的被他们等到了 红橙橙从学校退学 博士身份退回了硕士 据说退学是他自己的决定 同学透露他不适合搞研究 不知道这是一群怎样的同学 在背后说红橙橙的坏话 他们的一些话在网络上 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红橙橙因此遭受了网络暴力 有人嘲笑红橙橙想红想疯了 连学业都不管了 还有网友说他吃完学霸人设的红利 还是选择当网红 下一步就是接广告了 类似的话越来越多 大家都在质疑红橙橙的为人 一部分网友表示当初就是因为学霸滤镜 才会喜欢红橙橙的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 看到这些愤怒的评论 突然觉得红橙橙好像犯了什么大错 不想继续读博士了 想找一份工作好好生活 难道很过分吗 如果非要说当网红 貌似孔乳醇更想当吧 他每天更新动态秀恩爱 不就是想让大家关注吗 说到这里 孔乳醇的粉丝肯定不高兴了 那你们黑别人的时候 想伙对方的感受吗 有句话说得很好 没有人能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 除非也让你感受一下 如果红橙橙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大家说什么都可以 但他并没有 红橙橙性格温柔善于开导人 即使在马子嘉选择了小孔之后 他也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满 他一直想安静过日子 可大家从来没想过让他安静 不管粉丝也好 不喜欢他的人也好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过过嘴瘾 没必要强加给别人 如果不是粉丝炒作人设 他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以前的嘉宾在节目结束后 都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为什么心动似的这些人 却连最基本的权利不给他们 真以为这是娱乐圈了